大家晚安 去年到了马英九 斗王金平这个九月政争 某种程度来讲 经过三七八旋律了 我们大概可以看成 马英九因为不爽王金平 不帮他把服帽给通过 使得没法当半首尼 来促成马熙慧 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 王金平不管有意或者无意 他跟着大家一起 挡住了马英九 不顾台湾人民的意愿 要去跟中国少五四三 今天马英九跟王金平 针对王金平的确认 国民党的党籍案 二审马英九又输了 到底马英九会不会再上诉 要看这两天总统府吃了什么菜 我已经去确认他的菜单 还没有看到 如果出现了一道菜叫做蚂蚁上诉 那马英九应该会上诉 说是这样说的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不只是关系到 马英九跟王金平 也关系到你对的选择 也关系到马英九 有没有办法 把他的黑手伸到 我们的国会里面去 然后欲取欲求 为了他个人的马熙慧 有可能出卖掉 台湾国家的利益 我们这里给各位介绍 各位台湾 台北大学高雄华文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市议会议员 同时也是柯文哲办公室的 发言人许佳青 抱歉 我是民进党发言人 大家好 不好意思 给大家打一下 好 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 我们的陈明一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晚安 知识媒体的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同样 知识媒体的 我们的周年华 主持人 郭北洋晴 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王金平的党籍案的官司 今年二审宣判 高院驳回国民党的上诉 维持原判 也就是说 王金平仍在拥有 国民党的党籍 稳住立法院的龙头宝座 可能做到这次继续 外界关切的 随着选战的逼近 国民党还会不会再上诉 蛮久会不会坚持 虽然国民党党中 还没有给答案 黄金平到这说 官司照达 辅选也照常 来 我们看看相关的报道 知道以后 当然还是平常心 我们第一 尊重司法的判决 第二 还是谢谢大家的关心 党籍案二审顺诉 虽然说保持平常心 但立法院长王金平 难得主动跟媒体开玩笑 还好几次笑了出来 会主动讲话 当然我们也无话不谈的啊 没有什么 你们 我觉得你们很奇怪 你们 好心情藏都藏不住 马王政争去年九月开打 王金平一路胜战 三月一审胜诉 国民党再提上诉 但马总统又被打脸 二审维持原判 王金平仍然保有党籍 不过官司还没定验 国民党还可以再提上诉 毕竟有很多事情是 党内可以有这个纪律 可以处理的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是 双方都放下 相信他们的社会啊 会 这个会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高度的啊 这个还要呼吁 这个中国国民党要团结 没有什么比年底选战更重要 自家立委都希望 党主席马英九 以和为贵 放下私人恩怨 不过党中央发出声明 强调政务与诉讼 可以双轨并行 似乎预留伏笔 不愿放弃 年底选举逼近 蓝营都认为 想要催出基本盘热情 国民党一定要营造大团结气势 星期六 连胜文竞选总部成立 要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晚会 马王同时受邀 到时候两人互动 肯定是外界关注焦点 他们会安排你和这个马主席 一人坐在一边 坐在连胜文坐 有何必呢 这个随时可以坐在一起 都一样的嘛 全大会你们两个 就已经表现 已经算是大和解这样子 本来就没有什么了啦 官司不是照打嘛 就是照打嘛 我们该做的事 我们都去做嘛 该辅选的 我们要是尽心尽力去辅选嘛 强调自己周末选务 形成满党 王金平说 他周六要到屏东 台南台北 周日还有彰化又站台 看得出来 他在国民党党内的分量 马王政政 还会不会进入延长赛 就要看马英九态度如何 各位朋友 王金平真的是老狐狸啊 你有没有听到他刚怎么回答记得的话 汉军兄你有没有听到他怎么打 他说 官司照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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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马英九你既然对我呢 我当然是照打嘛嘛 但是今年国庆好像又要戴帽子握手了 王金平这次不会跟他戴帽子 他就跟马英九讲 你给我戴的帽子还不够吗 但是汉军兄 今天这个情形啊 看这个样子 当然选举是一回事了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马英九的服帽 一直到318学运攻占立法院 马英九到现在还是认为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 阻碍我要跟习近平见面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办法所 王金平是不是能够继续撑下去 马英九是不是继续干下去 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马英九想要把王金平 从立法院弄掉 这是从政争 去年政争以后 大概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事 因为有很多在立法院的重要法案 那王金平院长是说 这个朝野 这种重大法案 一定朝野大家要协商 要有很大的共识在推动 这个是马英九动不掉的 所以他一直想要换 我认为 即使这个官司输了 马英九还会上诉 还会继续打 如果不打下去 你说他怎么处理 他怎么来整个面对 他过去所讲的什么大事大会 他讲的一大堆有的没的 那我是觉得 他可能还要像那个 像王玉琪对张显耀一样 既然从位 如果啦 法英国叛赢得对不对 马英九是不是要跟王金平 跪下来磕三个头 但是我是这样讲 就是说整个事件 我们来看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人 都不走正道 就是说你要把王金平弄走 你也弄一个正 走一个正道去弄 但是他或者你的法案 要在立法院要过 你就堂堂正正过 他不走正道 我以前要说这样 其实 这个马英九要打赢这个官司 在前两个礼拜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国民党开 全国党代表大会 你马英九只要提案 党代表大家鼓掌通过 这个官司你就赢了 就结束了 因为法院判施说 你这个考纪会的决议 没有得到全党的同意 你那时候党代表大会 你为什么不提 这个有困难 因为国民党这边自己讲 要用透过党代表 或者党员来开除个党员 没有一个政党做得到 我觉得不是这样 你如果提案党代表过了 你就过 那不过 那你也有下台阶 那我的意思 我强调是说 马英九你从来不正大 不用正大光明的路子去走 你在立法院也是 你要照理说 我们都知道 一个总统如果是 真的想要这个法案通过 你应该要去找在野的来沟通 大家来协调什么 不是 他要用独裁的方式 硬要用党团 然后还有那个 我们上次讲 国民党的这个 整个旋运是怎么来的 是国民党你的立委 违反这个程序正义 半分钟 半分钟 我说 这整个旋 马英九受益 所以我说 这个总统不按照所谓的 这个正当的 我们说的正当程序来 其实没关系国家的不够 你说王金平会不会懂 我觉得很简单 现在王金平已经对全国人承诺 福报这些东西要监督条例要先过 过了以后 尊重再来说 所以我想没关系 马英九怎么可能正道光明 他台大呢 我到啦 林玉兄 其实不是只有马英九 跟王金平中间的事情 这件事情跟台湾人 跟台湾这个国家 跟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没有关系吗 不许这样讲 大家都一直把它称为 九月政争 九月政争 或是王马之争 其实如果大家就回顾一下 这件事情发生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是王院长打了通电话 跟柯建民 关心了柯建民的一个案件 司法案件 那当然到最后 搞到最后是 看起来柯建民没事了 看起来王院长也赢了官司了 结果黄世民自己吃上官司 OK 北一解释 前节没事了 黄世民是判罪的 没有啊 起诉啦 判刑的 判刑的 Eason 漫人了 王世民是因为泄密 不要扯到别人 但是我必须再这样来讲 不管国民党中央 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个人认为 基层的声音一片叫做 大人不和小孩 怎么打仗 在国民党里面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叫大人跟小孩 我认为 如果要谈是非 那马主席既然 做出这样的决定 国民党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就到最后来论是非 今天你不上诉 可以好像是在求和 但是给人家看不看 卡手 那你之前的大师大飞在哪里 我是对视不对的人讲 一人一家台 说马虽然财 王的也好 马的也好 都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事情 那大家在看热闹之余 说这对国家有影响 有人说是因为 我们的马总统不爽 就要把王建民弄掉 不是这样子 那个电话也不可能 马总统叫王建民去打 柯建民的案件 也不是马总统去操作 我是认为是这样 用政治的角度去观察 大家可以说 好像他们不合 就像过去的 这个长扁心结 长仓心结 怎么讲都没关系 可是回头来讲 这件事情 一二审都输 国民党是要去 真的是要去警惕 如果我们是有正当性的 是在认为在谈大师大飞 为什么法院判你输 这个跟王院长是不是老狐狸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王院长 他调和顶耐 人员好 一点关系都没有 依法救法 为什么会输 你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是不是在程序上面 没有完备 可是我也必须要跟 这些法官们这样判 一个人民团体 你要每一个开除党籍 或车要党籍 要会员大会 或党员大会来通过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实务上面 是真的非常大的困难 那这个没关系 总是进步 未来各党各派 在这方面都要去多惹琢磨 佳静你真的 你同意吗 民意说的 马英九去 不要讲说斗啦 要开除王金明的党籍 只是因为 那个所谓的关锁案吗 其实我是觉得 人民团体要开除 一个会员的资格 本来就是要经过 至少第一个要先提理宪市会 理宪市会之后 要通过会员大会的背书 这本来就是基本的人民团体法的规范 这第一点 第二个 国民党家怎么内斗 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看到的是说 一个是国家的总统 一个是国会的议长 国会的议长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 他是经过 所有的国会议员 那些国会议员是被选出来的 他们去行使投票权 这是有法定的权利 所以一个人民团体法 怎么可以用这个权利来否定 人民赋予法律的这样的行为 所以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嘛 马英九根本是在剥夺人民的权利 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法院这样判 那老实讲 国民党要不要上诉也不管我的事 老实讲那也是你们国民党的家务事 其实今天你们发言人讲了 说不排除上诉 那你们要上诉也好 不上诉也好 我都不在意这件事情 我在意的是说 马总统要不要继续把马习惠 跟服帽跟货帽 这些东西全部绑在一起 那这样台湾才危险啊 如果老是要把这东西绑在一起 那台湾未来的发展利益 要放在什么地方 这对台湾人民有实质影响的 老实讲我并不反对货帽去谈判 或者服帽去谈判 但问题是要怎么谈 谈什么内容 什么时候谈 这些事情必须要经过 国会的公开监督啊 有一个机制 是民主的机制 然后可以被公开的监督 不是黑箱的作业 我相信通过的东西 虽然有一方会受害 有一些人会获利 但是受害的一方 至少有一个弥补的机制 大家也可以接受 所以今天我觉得看王马甄啊 什么九月政争 对不起 那个九月政争这些名词 都是亲国民党的媒体 所定位出来的 当时所定位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 上演已经一年多了 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老实讲 又再上演第二段嘛 第二段是什么 这个王玉琪一个主委 去逗另外一个副主委 不是又另外一段的政争吗 也是九月政争 那个叫八月政争 会不会有结果 我们不知道 但重点是国家的利益 会不会受到损害 这个才是我关心的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要跟观众朋友们说 马英九主席是开赌 王金平党丸 不是王金平议党 议长是不能去动他的 这是所有立法院选出来 了解 可是他是撤销他的部分区 部分区的理会 国民党给他开赌 他的党丸的主席 不是去开赌 他说他的议党的主席 这样让观众朋友清楚 不是总统的手伸到立法院 是党主席去开除了一个党员的 部分区的党员 这样跟观众朋友讲 OK那这样累的我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当初把黄世民 叫到总统补去 而不是叫党中央 或到他的住所去就好 没有错 所以明医兄所讲的 听起来也没有错 听起来好像很对 是国民党的马英九主席 开赌国民党一个 曾经党员叫做王金平 虽然他的党员高一点就对了 但是你不能忘记 因为你开赌于国民党 王金平的党员的资格 所以他的不分副力 由他的主席就没有去 相信 所以他的怀疑议党就没有去 所以 所以就这样 所以就这样 我们有阻挡过去年 这时候 哪里马英九 到底是总统还是国民党 党主就搞不清楚 突然间把应该接见 我们有邦国会议长的行程 咱们把它放在 咱们跑到哪里去 开一个记者会 第一国民党 靠机会要开会近一段时间 开一个记者会说 其实意思是真名 王金平就要把它处理掉 对吧 我没说不对 他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套一句 马英九说的话就好了 马英九在第一次的记者会 把王金平这个事情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关说 我讲了一大队的事情 他讲了一句名言 这不是关说 什么是关说 我告诉他报告 为民事法院 王金平这个官司 一路赢到 高能法院给我们宣判 对吧 我套一句马英九的话 把它套过来说 对马英九到国民党来说 这不是输到疼口 那什么是输到疼口 请不要再 不要再疼口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民事法庭上面 讲的一审二审 是所谓的证据审 所以四十审 所以我给各位说 马英九为了面子 他很可能还要再上述 高能法院 但最高法院没有用 为什么一审二审 四十审都过 最高法院 你心什么 你有没有用法 错误而已而已 所以我告诉各位 现在重点不在于说 国民党自己的家来书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院长 已经严重影响到 还有我提出一件事情 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总统 扮成这样 那怎么领导我们的国家 怎么对抗我们的敌人 你忘了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 实际上货帽 这件事跟两岸金屋条例 要照马英九的意识去干 以便出行马习会 看样子 是不是马英九可以放弃 早就该放弃了 今天我看只有马英九 还在讲马习会 当然还有中国时报 跟联合报还抱的 最后一丝丝的希望 即使服帽货帽都过了 也不会有马习会 习近平要的更多 习近平没有那种笨 他没有那么好呼嚨的 他服帽户帽过了 如果照马英九说法 那是中国对台湾让利 是台湾得到便宜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红利 你一定要台湾给他更多 我这样讲 王金平今天如果不是国会议长 他就算干了一样的事情 大家觉得他会被开除当即吗 如果要开除 张同龙不是第一个 从张同龙一直干到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王金平是国会议长 所以他才想要开除他党籍 开除党籍是手段 目的是要把国会议长换掉 我是觉得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说马英九八个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当时你要告王金平的时候 有多少人告诉你说不要告 这个事情就大家就处理掉就算了 你不听嘛 好一审输了 也有更多人劝你说不要再上诉 你还要再上诉嘛 那现在弄得很多国民党基层的党员很紧张 说那怎么办 我们要选举了 你如果已经把两个已经同床异梦 貌合神离的人 硬是用手铐把两只手铐在一起 你觉得他们两个就会甜甜蜜蜜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说实在王金平跟马英九这个官司要不要继续打 或两个人能不能这个演一下大团结 我觉得跟国民党今年年底 县市长选举的选情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也不要把万一 万一国民党今年年底选不好 又把这个罪又扣在说 这马王不合 所以造成我们基层分裂 我觉得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看马英九大概吃了剩头铁了心 应该会上诉到底 我简单补充一个背景 不要忘记当时服务要审的时候 王金平是有朝野有同意协商说 要逐条审查 是谁破坏这个 是你马英九找了 那破坏不知有整条件事 所以他根本上就是为了他的法案想要过 那他认为王金平在那边夹冻掉 所以要夹冻掉 好 都知道 我们这段先跟这些小小节目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确认党籍诉讼案 二审又获胜 他会继续稳坐立法院的龙头宝座 不过会不会影响两岸服貌协议的审议进度呢 而马总统先前接受德国媒体防卫训论 曾经传出公 以武功两岸要终极统一 但是后来府方又高调了 澄清与中国划清界限 会不会这么一来又寂寞惹恼的对岸 那马总统念之在之的马锡惠 会永远终极的破局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总统马英九接受德星社专访 谈到希望学习两德统一经验 强调接近中国是台湾求生的唯一机会 不过这样的话听在独派耳里 痛批荒谬至极 一个高趴的总统就对没有那个主价 代表台湾的人民 发表人和对我们台湾人民的未来的一些看法 阿英九要建川总统的时候 他在台湾四代部队 中半額的功果 说台湾的政党要2300万人来决定 他今天说这种话 这就是说你那时候知道 你就要说这样 你才会得到参与 被批亲中卖台 总统府也发新闻稿澄清 说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是子虚乌有 违反新闻伦理 总统府表示遗憾 并且还原当天对话内容 马总统说的是两岸关系和两德关系完全不同 即便借近参考 但两德经验也不能直接复制到两岸经验上 而所谓持续推动请中 接近中国是台湾唯一求生机会 这样的话马总统从未提及 马英雄本身就要出来 叫记者这大会来 丁签 无论说你是说得不对 还是你的错误 这样对向国际国际一遍 去表现得到 不是正在用这个总统府的声明 好 为什么马英雄每次跟外媒在说 对台湾和对共关系的时候 最后一定要更正 外媒每一个英文都很差还是怎样 还是说马英雄你的公委的前沿后遇 又让人说你就是要把台湾撒进中国 那么这段的谈话中一个关键的概念 叫做两德基础条约 我们来看一下1972年12月21号 这个两德当时的东德和西德 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盟共和国 因所签订的两德基础条约 它来到有整个重点 我们整理出来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缔约双方互称彼此的国号 德意志联盟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二个不以武力来解决彼此的争端 第三个尊重相互的边界 第四个同意互不代表对方 第五个各自主权仅在几方的领土行使 最后一个双方互设代表处 马英雄跟你想起来 如果你是要拿这个来做基础做参考 其实这有五个可以参考 其实这个问题 我给各位感谢 马英雄用两德基础条约 你不要只想到1990年10月3号两德统一 马英雄心里想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1972年12月21号 两国政府签订了以后 隔年1973年的5月 东德和西德 尤其是西德这边的国会 批准两德基础条约 一个月一个月以后 东德和西德分别提出加入联合国 然后就成了联合国的两个代表国 第133国是东德 东德先 那第134国就是西德 所以马英雄今晚说到这时 他都想到1990 所以 贾勤 我知道你也是刘德的 为什么马英九在提到 每次要讲到台湾跟中国关系的时候 人家外媒怎么听就听着说 你要把台湾送到中国里面去 要统一 然后一再的要更正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马总统他是从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 所以他向来大概认为自己的英文是一级棒 可是我们看看 他担任总统这历年来 从2009年一路 先是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 那天他讲什么 The decades 没有人用The decades 只有The decades 不用加S的 所以他要硬拗 说是数十年而不是十年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又接受美联社的专访 他又跟人家说 我没有说这个2012年连任以后 第二任期要处理政治问题 我没有说 然后再来再过一年 又接受这个日本独买新闻 他又说什么 说不排除未来统一两岸的统一政治 会协商开始 他说我没有 再来2012年经济学人 说他是Bumbler 他又要求英国代表处一定要去抗议 对不对 最近这个接受美国 德国的这个 德通社 对德通社 德新社的采访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讲这一段 这只需乌有 那我只有看到这么多 这些媒体可都是全世界最资深 而且是报导最精准的国家媒体 美联社是美国的国家媒体 这个德国德新社是德国的国家媒体 日本的独买社 日本的政府的媒体 对不起 经济学人虽然不是英国的媒体 但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一个经济政治学的这样的一个杂志 好奇怪了 这些媒体每次采访你 然后你每次都要更正 那我这是很疑惑 每次你去用英文讲 你故意要落英文 是你英文不好 如果这个地下英文太败 所以每次都要来更正 那如果他真的是英文不好 那我真的非常担心 说他过去做蒋经国的这个秘书的时候 到底是蒋经国讲错了 还是他翻译翻译错了 你说戒严是一场误会 搞不好只是戒严而已 根本不是戒严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些事情 不是开玩笑的 是说作为一个国家总统 今天你碰触到两岸 这么敏感的议题的时候 你是没有闪躲的空间的 你再谨慎都不过了 你怎么会每次讲出来的话 然后这些国 这些国际大媒体 每次都给你报道错误 然后台湾人如果不抗一支 呼隆过去 是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那个罗福权代表讲的对 这是攸关台湾定位的问题 你总统今天如果说 这些国家的媒体报道都有错 那你应该正式出来开个记者会 由总统府来正式澄清 不是派一个总统府的这个什么 发言人发一个声明 然后这样就准轨啊 一次两次三次 这五次了呢 所以不禁让人家怀疑说 马总统 你真的英文行吗 那如果英文不行 以后就不要绕英文 我相信总统府也有这个翻译在 我们这样子才有正式的记录 其实我觉得总统府 今天也不用这么大非周章 只要一件事你就好了 当天有会面的会议记录 的录音公布 那这样就一番两正眼 马英九不再信任那个总统的 录音期 不是他不再信任总统的英文秘书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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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民事就可能出问题 不过也许我们让台湾民众知道 这边的真意点在哪里 真意点在以后 这个德行社和德东社 德国之声他们所也所摘入出来的 那一关键话 就是说马英九说 根据那些媒体就说马英九说他要学习两德彼此怎么样来对待 处理跟对方的关系 谢老师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后面这一句话 以便实现统一 那马英九就说后面那句话我没有讲 我只要说借尽两德如何来互相来对待 先不说他讲包括互设代表处 是 但是他说要统一那句话他没有讲 其实我觉得他要学习两德的这个互相处理的模式 不是一件坏事 可是他要学他要学到精华 学到重点 重点是这两个国家是同时在联合国有代表席次的 这两个国家是互相承认的 这两个国家是在行使他们各自的主权的 如果马总统可以做这样的主张我也不反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马总统不要糊弄我们 毕竟我们也是有读过书的人 那这些东西这些法律都已经是继承的东西 如果马总统要学要表达一定要很清楚 是 现在当然人家一问起来他就说这几个 你要学习这两德在统一之前 他们所做的事情他就挑一个 我只只有一个护士的代表处 那你干脆讲 两德在统一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东德人民跟西德人民都吃马铃薯 你买东西东西都买什么的 民意 这件事情看起来其实是常常发生的一个小事情 可是其实这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到底马英九是不是说溜了嘴 还是说他承担不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放一点放一点 各位朋友我们看看最近习近平接见了台湾被称为统派的 某一些党的一些领袖人物 习近平少见的提了一国两制 但是总统府这一块却没有驳斥 那么只交给陆委会来回应 这到底是怎么回应 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说法马英九应该怎么说 马英九按照过去应该说 我讲的是一中原则 而不是一国两制即便一中原则都问题 为什么总统府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回应 这个马总统 不 总统府有出来澄清更正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难 就是把当天一定有记录 把记录拿出来 如果这个媒体是这么不友善 那你就谴责他 如果媒体跟你的说法是一致的 那就马总统说法让人家误解 或者你存心说错 那我也不认为他有说错 因为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那么重要 刚才独派的朋友出来讲 啊 怎么可以这样 你也要知道 台湾也有很多统派 可是重点是 最大的那个Range是大家认为 台湾已经独立了 台湾现在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这是最大的公约数 就算马总统说错 或是对方对我们敌意 对我来讲在我生活上 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这是我们在世界上 拿到这几面金牌 才是我开心的 没有人会认为那个金牌是中国的 他知道 那个叫台湾 知道是台湾 中国是台北啊 没有知道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在国际上面 我们的困境 那我们要不要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需要 可是我必须来讲 我也不是言语 我坦白讲 当陈水扁总统 大家都知道 他是非常主张台湾独立的 到最后他不敢费国统纲领 事不宜没有 我们的总统当初 这个我要帮陈水扁讲话 陈水扁提 向联合国提出 加入联合国 用台湾的名义 对 引起了几百分钟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应该一起谈 没有错 但是阿宾总统说 阿婆我吹过 真拼 我要坦白讲说 不是阿婆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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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吹过 吹过是逗角的 要不要跟着你讲 跟着你讲 阿婆死定 阿婆死定 我说得不对 但我必须想 我当然已经讲说 过去我们曾经批评过 以前总统 不要用日文去接受外媒访问 你要用中文 让翻译 今天佳青讲这个 我完全接受 你英文再好 来到这种访问 你就要用中文 透过翻译 想出来那是一个防火墙 我问你后面要加一句 更何况你英文没有那么好 这个好不好见能见识 对我而言是极度的好 可能对某些人认为不够好 可是我必须回头来去讲 这个主权问题 在台湾真的是假议题了 严格上讲起来 我们本来就是要统一的 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根据做不到 那我也不愿意被他统一 所以怎么办 统派独派都放一边吧 维持现状就是这样 那马总统必须很小心的一点 就像陈水扁总统 担任总统的时候 有些话就不能说 我补问一句话好了 马上就第二任一开始就讲说 这一任他要拼他的历史地位 你认为他讲的是什么 他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如果他可以带来两岸和平 这是历史定位 他想要在他的第二任 两岸统一是不可能的 今天如果有人站出来说 台湾要独立 你说的不可能是他想要做做不到 做不到 他想要做 不管他想不想做不到 我现在就要讲 他如果不想做不到的问题 今天如果有人 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跳出来说台湾要独立 我一定反对他 可是他如果说 中华民国要跟中国统一 我也反对他 因为这个是假议题 我必须来去讲 就是说 总统不要去让大家 陷入在这种统独的情绪当中 好不容易已经走出来了 我认为从蒋经国时代 到李登辉时代 到陈泉辉时代 到陈泉辉时代 到马英九 我觉得台湾已经没有统独的问题了 这边因为把这个事情烧起来 你刚才讲的才是重点 为什么我们出去 我们得到了世界金牌 还是大家 我们不能用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悲哀的地方 能不能去突破他 我都不坚持一定要中华民国 因为在国际上 你讲中华民国 你不能讲说 I come from中华民国 你讲是 I come from Republic of China 那人家就会说 又是中国 这就是最大公约数 对不对 台湾是最大公约数 对最大公约数 这是最大公约数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总统府出来 我可以接受了 如果总统府出来 才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一国两制 当中共在呼吁一国两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到什么 你刚才提到的 最大公约数 不管是最大公约数 最起码吵了很久 什么叫九二共识 那大家可以再读论 因为这是一个模糊空间 可是如果一国两制 你不出来回嘴的时候 这帽子就被戴住了 那那一国是什么 我认为是中华民国 不是我阿Q 今天总统府有回吗 今天总统府有回吗 我只是看你医友 我没有说什么 不是我阿Q 我必须说 我们必须说武装世袭 不要说我们帮着中共来帮枪 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不接受 一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但是这有点阿Q 你刚刚讲说台湾是共识 大家的共识 现在又说一国就是中华民国 很简单解释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 台湾是我的家 合在一起叫国家 台湾 如果一直叫台湾 我们陷入一个迷失 中共在讲台湾是他的 他不敢说中华民国是他的 他把台湾定为地名 他眼中根本没有中华民国 他怎么讲中华民国 他怎么讲中华民国是什么 对不起 老师对不起 我们有二十几个邦交国 承认中华民国 可是这二十几个邦交国 不认为我们的国号叫台湾 他叫中华民国 不要忘记北国 你没有去过当地 不要忘记北国 你没有去过当地 我应该这样来讲 到那些国要去 恭喜台湾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 我告诉你 我在我们邦交哥斯大利家的时候 我去过两次 我告诉你没有错 他们在称呼都叫称呼台湾 可是当插国旗的时候 有国号的时候 就叫中华民国 只是他们宠称台湾 革斯大利家 我们现在还有邦交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叫革斯大搬家 真的 就是因为台湾去那边 弄了很多钱 不要谈论 我们帮他们很多 结果播出到丁凯 我们要求嘛 一定要是China 结果我们都是 做功德 做希望 这就是 我为什么 以一个过来的人 我讲这个话 OK 我们这段先告一下 稍后继续 多谢 这个礼拜三出刊的一周刊爆料 柯正宜有内鬼 被人窃听录音 同时还附赠国民党立委罗书磊 自掏腰包硬制的 为什么MG149专户变金库的小册子 隔天台大叶克摩小组长蔡碧如被剪掉约谈 同一时间晚报大拼幅刊登 前立委邱毅指称 有三家在台大拿下了16亿业务的公司 固定捐款给MG149账户 这个采购的事 也不是我在采购的 是台大医院 事实上那些采购还没有搞的印章 所以还是台大医院去回答就好 今天在这个公务机关服务 必须要去遵守很多这个严格的规定 那么换句话讲说这个在从媒体上所披露出来 有关这个柯先生管理账户的方法令人觉得非常奇特 非常匪夷所思 这似乎不是一个公务机关里面应该有发生的现象 柯文哲自认清白干净 但连胜文可不以为然 国民党立委找来管理台大医院的教育部 说要问个清楚 我想从法律面来看 也许它是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从社会的观感来看这件事情 确实会容易产生一些质疑 合法但有争议 这下可好 从周刊到检调 现在连教育部都加入战局 民主党立委直觉 连胜文选情告急 我的研判 连阵营认为柯阵营遥遥领先 所以才会用这种种手段来打他 MG149的整个案子发生的太奇怪了 为什么在所谓录音档出现之后 马上就约谈 马上又搜索 那这整个的时间点也配合的太巧了吧 那是谁在做幕后的操纵 好 各位朋友 这个台北市市长的参计 打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不是泥巴掌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看 苹果在今天所做的民调里面 有关于柯文泽和连胜文 来的两个人表 我们看一下 在9月初的时候 柯文泽还是43% 连胜文31%的支持度 已经12% 那么到了9月中旬 43%降了1%就是42% 连胜文从31%增加了1%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2%的落差 原来柯文泽是领先12% 结果现在呢 只领先了10% 但是另外一个 也值得我们观察的 苹果同事也公布了 在这一个民调的看好度上面 9月初的时候 柯文泽看好度是40 连胜文是37 那么现在最新他们所看到的 这一个调查 民意调查的这一个看好度 柯文泽从40剩下36 掉了4% 但是连胜文从37 增加到40% 增加了3% 谁掉 这是不是说 在这一波连番的这种 不管是泥巴掌也好 总是MG149 使得选情是有一些变化的 这个选情的变化呢 短期之间的冲击 当然少不了 尤其是柯正营 一开始卷入陷入 陷入对方的 所谓的MG149的这个 漩涡里面呢 然后还在那边 解释东解释西 越开始越多 对吧 这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民调确实有下降 但是经过这两个礼拜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发现 那个下降的民调 逐渐在回稳当中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有两个非常极端的 等于说 在我们的分类里面 一个是统派媒体 一个是所谓的 比较轻率媒体 对吧 一个差距只剩下 统派媒体这边 只剩下6点多 快7%左右 另外一个是 两个人拉高到18% 我告诉各位很简单 两个相加除以2就好了 12% 我有讲错吗 没有 你看其他的这些 差不多10到12%之间 10到12%之间 其实才是反映 真正的现在的民调的现状 那么看好度的部分 柯正营确实要检讨 为什么呢 要是我的话 我把这所有的MG149都弄出来了 那当然检调你可以来约谈看什么 我告诉你 从明天开始 我不回应了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回应 我不陷入 一个铜板不响 很简单 你不要掉入人家的陷阱里面 然后呢 有关于看好度的部分 看好度是一个说 我只是想 但是我认为 可能什么人有希望 对吧 我跟你说 看好度是一个 我们参考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 如果看好度拉锯很高的话 那么在公元2000年的 当总统的人叫联赞 各位回去看看 公元2000年的时候 跟1999年的时候的民调 他的看好度 联赞从来没有输过 选总统的人就是联赞 联赞应当选了 你知道吗 不 这是一个误会 因为很多人想要看好度的时候 我要他好看 你要了解这个地方 那我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要提醒各位 为什么他们的选举呢 我们台北市长在那边在选举 我提醒一下 习近平今天在接近台湾的 那个统派媒体的统派团体的时候 突然间讲了一句话 一国两 什么 和平解放 和平 那个什么 和平统一 然后一国两制 我们要警训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从学习台湾 解放台湾 然后再来所谓的一国两制 后来 后来到什么九二公司 一中个表有没有 我告诉各位 其实是往后退了 一中个表 各自表述又退回了 所谓的一国两制 我们要警训 为什么 香港今天整成的 这些小孩 上街 罢课 然后上街 游行的争取民主 这就是一国两制最好的写照 下场就是像香港一样 而我们为什么要提醒各位 怎么那么巧啊 怎么马英九那个访问统一 下面我 然后再更进一步提醒 马锡会有三个要件 叫做什么 国家有需要 人民能支持 然后国会要监督 人民有支持吗 人民没有支持 可是在这个时候 一直提这个东西 一直提这个东西 我告诉各位啦 如果今天习近平他这样讲 绝对不是无缘无故这样讲 他这样讲的结果 其实是意图在影响我们 接近接而来 台湾的选拟 再为你想看看 人家在给你承认呢 寸步不浪呢 你台湾的前途啊 只能决定在我13亿人口的下来 我中国说的算啊 所以大家想清楚 要认清楚 要看清楚啊 在这点上面 其实马英九 我要这么讲 他真的是说谎 他应该跟正是这样 他跟那些媒体讲 大家对他的一中原则等等 他的支持超过多少 可是我要问一下 哎民意 我们刚看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一波打下来 我就提醒各位啊 嗯 这一波的民调其实是不包括 昨天检调约谈 基本上应该是没在那些地方 对 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 主头对于台北市市长的选举 现在听说开的赌盘是 让十万票 连胜文人让 柯文哲十万票 嗯 那我请教一下 会不会在这一波 不管是泥巴上也好 总和言之就把柯文哲 想要把他们打成 你跟我 你也是这样而已 有没有可能就让 所谓的浅然的票 就回来 既然大家都不好 我回来 参加我们的国民党 有没有可能 浅然是回来吗 当然有可能 因为两军对垒 都是找最有力的战场去打 我是要 守三头 还是攻三头 那就看我这个 这个势头在不在我身上 我认为是这样 选战在两边 在洛伯站的时候 各取所需 各展所长 可是我必须说一个 用什么战术战略都可以 不能违法 如果用违法 甚至用奥布 那应该要退出选举 现在呢 连胜文 不 先是柯文哲 跟连胜文校正说 我公布你要不要公布 其实当时 连胜文不跟的时候 他是受伤的 那现在连胜文说 我给查 你给不给查 现在柯幣不跟 柯幣是受伤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可是刚才 在民调走向 刚开始 连胜文有在反转 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 结果卢淑雷打出了MG149 其实那段时间 在打的过程中 柯幣反而没有降 柯幣没有降 是 因为这个 录音带公布了以后 但不是昨天 剪掉的部分 又似乎民调上面 虽然有波动不大 看好度波动很大 那表示什么 就是说 大家认为说 还是连胜文会当选 为什么 就是很简单 因为柯幣对这件事情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我一直认为 应该他因应一个小组 我叫一铃铛 我就来讲这件事情 我不讲了 我来打选战 可是很麻烦的事情是 到今天为止 录音带的内容 柯幣他们不否认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OK 年华 是这样子吗 连胜文这边 大家都没有问题了吗 在两者之间 现在只剩下柯幣 一个人在被检验吗 我先讲一下组头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组头的那个不可信 因为组头是可以被控制的 他会故意的 今天譬如说我跟陈明毅选举 我要让陈明毅赢 即使他民调落后我10% 你只要买陈明毅 让10万票 多少钱我全收 这样他民调就会上来 那个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真的 有钱真好用 提醒观众朋友 不要相信什么组头开的赌盘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那个都是由某特定的团体在控制的 再来 柯文哲这个事情 我是认为 被窃听的事情 这件事情 这个录音带 出来是违法的 他是违法 不管是怎么取得 他都是违法 不管谁录的 他都是违法的 违法的事情 他的内容应该被讨论吗 在法律上不应该 可是在选战 你不可能堵住他们的嘴 说真的 可是我很遗憾 我没有听到连胜文阵营出来 谴责这种违法的行为 还很高兴拿这个违法的内容 在那边大做文章 所以有人说 原来你是 对不对 难怪会有人怀疑 会有人怀疑 照理说 这个事情 就是说切听这个事情 应该是连胜文也好 柯文哲也好 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应该是同声谴责这样的行为 还有台大医院你没有责任吗 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医院里面 台大医院你都不用查清楚啊 你没听过白色恐怖吗 医院是白色的 这真的很恐怖吗 那以后谁敢去医院 不是白色巨大 是白色恐怖 台大医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 从MG149一开始 我觉得他的态度就非常的暧昧 你可以不喜欢柯文哲 但是你要捍卫你台大医院的清白啊 昨天联合晚报 已经有个某记者 跟某台大医院的告知出来 K 我是怀疑 我是怀疑那个教授跟记者都是假的 是那边的 好来 我们就做新高杰 休息一下 韩君 不管怎样整个事情有点荒谬 塞保时捷五百万 去治愈一个 骑脚踏车的人 你一位都会来 那如果 那个人要交代 开保时捷的人 不用交代吗 我们来说 就是说 柯文哲的这个 现在MG149 检调已经积极在调查了 那 后面有什么东西 检调现在比我们大家都清楚 所以 这个东西我看到 就近代检调调查看 是不是有 真的是有什么不法事件 这真的我们现在不知道 也不用讲 倒是连胜文的 你说你要公开你的财产什么 那你就把它讲清楚 现在人在质疑说 你 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有办法贪这么多钱 是不是 那你怎么说 那你只把这个 你当这个 两年公职 两年公职 你两年公职 大家都知道你贪多少钱 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了 最主要是质疑说 这么大笔钱 你是怎么赚来 而且这个质疑 是你自己 你自己 黑楼自己说 那都我自己贪来 是 我们就会怀疑说 哇 我们真厉害贪你 你也让我们做一个青年表帅 做一个表帅 让我们平平平平平平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年轻文你很简单 那你告诉我 你第一年 你第一年去上班 你那年收入多少 你拿出来 大家说一下 你说 那个可能很多年 你的那个报税记录没留下来 薪水多少 不是薪水多少 每年差不多多少 说话来 大家 大家这样 给你打破一下 给你模仿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讲不出来的 我是这样认为啦 检掉他那他有一些证据他要去办 那是他应该要尽的职责 但同样的我记得呢 周玉寇小姐有去告这个连胜文 半年过去了 在同一组的这个办案人员手里啊 那一组好像都没动 还在等罗书雷报表 好怪啊 然后那个 当天我记得周玉寇这个讲完以后呢 哇这个连胜文气急败坏说 我要去告 周玉寇到现在好像也没去告 所以这件事情我老实讲 现在大家都把 司法为什么司法会变遮羞布 就说司法已经没有真相可言了 大家都是在那边 选举操作选举操作 所以到今天为止 财产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选举操作 连胜文无法告诉大家说 我 是 不是权贵 所以他就说那 康文哲你也是权贵